为了让大家提前感受过年气氛 淡水区市民联合服务中心大楼一楼大厅 由新北市税捐出淡水分处举办书法民师辉豪捐发票换春联的活动 只要民众捐出三张发票就可以换取到一张到三张不等的春联 再过不到一个月就是传统农历新年 而为了要让大家提前感受过年气氛 淡水市民联合服务中心大楼的一楼大厅 由新北市税捐出淡水分处举办书法民师辉豪捐发票换春联的活动 特别邀请到知名书法老师唐晶来一起写春联 而活动时间一到就吸引许多民众 请来将身上的发票捐出换取一张一张的精美春联 很好 我每一年都会几乎都会参加 可以捐发票 会啊 就是做功力 是啊 是 平常都有做了 正好来邮局 就办理个四九 正好碰到 就觉得运气很好 有老师在这里帮大家写春联 真的 过年时间可以赞 对对 赞赞这个福气 也祝福大家 民众都说今天原本要来邮局办理续情 刚好碰上送春联活动 而接下来就是农历新联 也将身上的发票捐出来 不只是可以免费拿到大师写的春联 还可以做公益一举 而税捐出淡水分处也说希望在农历年节到来提前让大家感受到过年气氛 只要三张发票就可以兑捐很多张春联 我们唐金老师是新北市书画前新北市书画协会的理事长 那还有我们新北市政府税捐基增处书法社的指导老师 我们今天很高很高兴 欢迎我们那个唐金老师来为我们写猪联的书法 祝大家猪联吉祥猪士如意 税捐出淡水分处说这一次邀请到唐金老师 也是税捐出书法社团的老师来为现场民众写春联 只要民众捐出三张发票就可以换取一到三张不等的春联 而这些发票将会捐出去给弱势团体 希望在送春联的同时也能够集合社会爱心做公益 记者许端一代表采访报导